外卖小哥送餐不慎摔倒 外卖洒落一地 女主人看见后就是披头盖脸一顿训斥 面对指责 外卖小哥一边道歉 一边试图用衣袖擦干净地上的油渍 而女主人却完全没有原谅外卖小哥的意思 仍在不断指责 面对气势汹汹的女主人 外卖小哥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求原谅 表示他会把地擦干净 并且会把钱赔给他 而女主人仍不依不饶 看见小哥的动作 我不禁感到心酸 一顿外卖真的值得你这样生气吗 此时屋内的男主人听见了外面的动静 他一出门就看见跪在地上的外卖小哥 连忙将小哥扶起 在了解事情的经过后 男主人表示外卖喜喜还能吃 只见他开始捡起地上的外卖 而此时女主人还在不断指责外卖小哥 并且要让小哥赔钱 而男主人则说道 赔什么赔 喜喜还能吃 而女主人哪里听得进去 仍气势汹汹的要小哥赔钱 小哥无奈之下只好掏出钱给了女主人 男主人在把外卖洗干净后 又一把将女主人手上的钱拿了过来 并且塞进外卖小哥的兜里 还说道 钱你收好 我不会给你差评的 你安心回去工作吧 外卖小哥受宠若惊 只能不断弯腰向大哥表示感谢